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那人在淡水的河畔 这边就是平常观光客游客最多的地方 今天要带大家去的庙 这庙就藏在观光区这边 很不显眼 我来那么多次 从来不知道这边有一间庙 这间庙叫做圣江庙 里面供奉的是文武尊王 我们现在在土木区这边 我们已经看到有一个金庐 有金庐代表有庙 但是我们这样放眼过去 庙到底在哪里 其实就是在这个摊贩的中间 进去很隐秘的地方 这边就是圣江庙的路口 那我们现在看到正殿这一尊 感觉有点凶恶的二面神尊 就是这边的祖室神明文武尊王 那文武尊王呢 是史实上有真实存在的一位人物 他是一位唐朝的近士 叫做张巡 那在唐玄宗时期啊 发生了非常有名的一个事件 叫做安石之乱 当时叛军一起誓啊 势如破竹 攻陷了洛阳城 然后在长安城的唐玄宗呢 望风而逃啊 叛军呢浩浩荡荡 直逼当时的一个战略要地 叫做衰扬城 那当时呢衰扬太守 叫做徐远 他就是跟文武尊王张巡一起死守衰扬城 那徐远呢 他的官职 当时比张巡还要高 当时张巡呢 他只是个县令 但是徐远呢 他非常有知人之名 他知道张巡的作战能力啊 比他强非常多 因此啊 他就把他的作战权全权交给张巡 张巡就变成实质的主帅啊 他后来事实证明呢 徐远的眼光真的没有看错人 张巡呢 只凭借了不到一万人的士兵 跟引兵来犯的影子席 是三万大军 僵持了将近快两年之久 那我们看到里面这尊文武尊王呢 他其实是一尊面目很猙獰的神尊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法相的一个呈现呢 那当初衰扬城啊 虽然死守了将近两年 最后呢还是城破啊 那张巡等人呢 就是被来犯的影子席给捉捕了 就是有传闻啊 说张巡他在作战的时候呢 非常的激动 他的眼球呢几乎要夺眶而出 而且眼周呢都会流着血 然后可能因为太过于激动 咬牙切齿 所以他的牙齿呢都会碎掉 可以想象的 张巡尊王呢 他在作战的时候是非常刚勇无疲的 所以影子席啊 他很好奇这个传闻是不是真的 所以他后来呢就把张巡的嘴巴 用剑把它撬开 发现里面啊 哇真的只能像牙齿两三颗啊 还惊觉哇传闻真的是真的啊 那也是因为他作战呢 非常刚勇的一个形象呢 所以尊王的圣像呢 也会被塑造成一个很凶猛 宛如恶鬼一般 那也有一说呢 张巡当时知道啊 虽阳城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即将要城破了 所以啊 他就对天呼喊 留下了一句名言 城虽为鬼 誓与贼为利 翻成白话很简单 就是我死也不会放过这些乱城贼子啊 所以呢 传说他死之后呢 化身为利鬼 在道教的道法会员中呢 张巡被称作忠敬威劣元帅 这边也形容他是 清鬼面 诸法难生 山须突掩 所以也是为什么尊王的圣像 会被塑造成这么凶猛的一个形象在 那同时呢 也因为这个传闻啊 有一脉尊王的信仰呢 就是称尊王为利王 好 那我们现在到了这件事 淡水益山基庙 那里面供奉的是 宝夷尊王 宝夷尊王 宝夷大夫 就是职守 衰养城的 张巡 好 徐苑 那我们现在看到内殿里面有 四尊 将军的神尊 分别是 隆边的南济云 甲崩 然后虎边的 雷万春 瑶营 四位将军 那这边虎边呢 供奉的是 申国夫人 就是 宝夷尊王的 妻子 那据庙里面的言格呢 申国夫人呢 其实是当初张巡所带在身旁的他的小妾 那由于衰羊围城啊 非常的惨烈 到了后期呢 几乎没有粮食 什么树皮啊 还是铠甲啊 能吃的东西全都拿来吃的 但还是没有办法 最后啊 张巡尊王做了一个很害人听闻的事情 尊王啊 当时啊 就毅然决然 把他的小妾啊 杀掉 没有听错 就是把他杀掉 然后呢 把他的肉分给守城的将士们吃 这个真的是 很惨烈啊 要让士兵们吃饱 才能继续把城守住啊 后人呢 为了要纪念 就是尊王小妾呢 牺牲 宣屈 所以也会 把他侍奉在尊王旁边 尊称为申国夫人 一起同享相伙 那据我所知呢 有些地方的 宝夷尊王庙 他们称申国夫人为 林氏夫人 那据新唐书里面的记载 有一段是写说 正寻妻 申国夫人 而且最早侍奉尊王的双宗庙 他的记载呢 张寻尊王 他的夫人姓刘 他的小妾呢 姓刘 也其实根本不姓林 那这位林氏夫人的一说 是从何而来呢 那在很久以前呢 在安西这个地方呢 有一位年轻的 林姓女子 他有一阵子啊 就常常在做梦的时候啊 梦到夜晚呢 有一名五官形象的人 进到他的房间 跟他共寝 而且呢 那一阵子啊 他常常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啊 莫名其妙 就从上游 飘下了一件五官的衣服 但有一次呢 他正好跟他的家人 一起在河边洗衣服 这个时候啊 从上游 又飘下了那一件五官的衣服 他跟他的家人 就一起 把那件衣服啊 剪了一个小脚 而且别上了一个红色的针线 然后再把他放水飘走 但没想到过没多久啊 这名林姓女子呢 竟然就猝死 没有原因的 后来呢 当地的乡民啊 就发现呢 那边有一间 供奉宝怡尊王的庙 里面的神像神尊 他的衣角啊 竟然被剪了一角 而且呢 还有一个红色的针线在那边 乡民们得知之后啊 不得了啊 马上保归请示神明 原来是尊王 要娶这位林姓女子为妻 所以当地的乡民呢 也印着神明的指示 正式 将这位林姓女子 奉为尊王夫人 或许也是因此啊 在后来 逐渐跟申国夫人呢 合而为一 各位安安啊 今天是隔一天啊 因为我昨天要来这边的时候呢 已经太晚了 我到的时候庙门已经关了 这边是淡水 平顶级音庙 我们现在看到尊王 他两旁的陪侍神 也是当初啊 跟张寻一起死守 雖阳城的音列 名叫南济云 还有雷万春 那雷万春将军呢 他有一个传闻 令人非常印象深刻 他曾经在作战的时候呢 脸部连续中了 敌方射来的六箭 他依然威然不动啊 站着直挺挺的 就连敌方啊 见他如此神勇啊 都非常的震撼啊 那南济云将军呢 他有一段 非常传神的记载 当初呢 雖阳城走到后期呢 已经是淡尽圆绝了 开始啃树皮啊 吃草吃土的 据说啊 当时就连主帅张群呢 都只能吃书来止饿啊 张群尊王就派出了 南济云将军 要他带三十名精兵 突破重围 要到临近的一名唐军守将那边 去求援啊 但没有想到啊 这名唐军守将呢 完全没有想要来救援的意思 而且啊 他见到南济云如此神勇啊 就想要用一桌美食 来劝诱他 叫他留在他帐下 效力不要再回随阳城啊 那你们想要南济云将军呢 他不但没答应 还奋而呢 咬下了自己的一根手指头 今天虽然我没有办法 完成主帅传达给我的任务 那我就留下了一根我的手指 代表我已经把讯息传到了 这个场景啊 还有南将军的气势之重劣啊 据说在场看到的人 无意不动容啊 那在后世啊有人猜测啊 为何这群衰扬城的阴烈们 可以守得这么惨烈 或许啊是他们相信啊 朝廷的援军一定会到 但没想到啊 直到最后城破呢 他们始终没有等到他们所期盼的援军啊 当内乱平定之后呢 当朝的皇帝唐树中呢 就建了一间双宗庙来祭祀 就是徐远跟张巡 这也可以视为就是尊王信仰的一个开端 从此之后呢 开始有人把它奉为神明 那我们的频道啊 做至今也差不多快一年啦 有现在有2万多订阅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啊 那今天呢 的抽奖 是由迷将手艺工坊 他赞助的 他所做的香火盒 非常精致 它是长这样 这是有机关喔 这边是可以这样打开 那边有一个中间有一个圆圆的洞 然后你可以把香火放进去 然后再把这一个放进来黏住 这样就是一个圣母的香火盒 好我们就这三款要给大家抽奖 那如果要抽奖了 大家在下面留言 好感谢各位 那我们下支影片见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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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